今天要去 很着急的去 很着急的去 朋友家附近的一个公园 然后我鞋都没穿好 然后 跟他研究一下无人机 据说他自己 研制了一个小无人机 但是呢他 今天去的有点迟他下午呢 四点钟要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 也就是说我要从这个地方开车 到他那个地方他那个地方很远 我们开车 看他要飙了 Let's go 到底最快速都去了 我朋友住的这个地方 是我两三年前 住的地方 住的地方的附近 从这边开车过去大概 要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 因为今天是周末 所以开过去会快一些 周末很多人呢去其他地方玩的 所以整个路上 人会相对来说少一点 但是真的需要看路况 如果路况特别差的话 也不行的 我一路开了三十分钟 我一路开了三十分钟 听这个印度歌 听了三十分钟 都快抑郁了 还好快到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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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过去 东西太多了所以要装包里 是个公园啊 唉 我朋友还没到 我跟这朋友好几年没见了 不是好几年 有段时间没见了 可以我先在这边走一走 放网门 我朋友刚刚发信息说 他要接上他朋友一起 他那朋友估计是高手 高手中的高手 Robert Burnaby Park 而这个地方跟我之前所去的地方 这个公园不同之处在于 它这个整个城市是建立在一个山上的 所以它这个公园可以看到地势非常的险峻 整个是大坡 凉树墩子 现在我在 Burnaby 一个大公园 跟各位报道 现在的情况就是 我正在等我朋友 他说他要接到另外一个朋友 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到 他说下午十点钟要参加朋友婚礼 不知道 赶得急赶不急 但是我是 红尘普普的 来了 红尘滚滚 啊 之前就有人在科技视频中跟我提议说 你为什么不买一个大江四精灵四丸 其实特别简单的原因 就是太贵了 根本买不起 但是我有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呢 他是经常自己研究这个DIY的飞行器 所以这回过来 我让我见识见识 我也学一学怎么操作 他说特别简单 我也不知道 希望简单一点吧 再等他来吧 然后他说他在我车旁边 悄无声息了 而我却在深山老林中 就你一个人 你没有 他在这边 这就是我那朋友 这是你全是你做的 你把你抓着一个机闭就行 抓哪个 抓着机闭 这东西摔坏这玩意 这多少钱啊 这个自己组的我也不知道多少钱 这是你自己组的 嗯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 这家伙是我 还在国内的时候就认识了 我叫家伙是不是 他来加拿大九年 有十年了吧 没没没 八年了 温哥华 华单版最厉害的人 哪人 你们俩就一个类型了 没有没有 一个滑雪 一个 他比我专业太多了 无人机 他刚刚说淘宝最专业 怎么回事 因为中国做无人机 是世界公认的第一名 No.1 我照顾大疆 大疆是大疆 老外都没有办法 斗不过 所以大家以后如果买零件的话 相当比较足 对 淘宝上电货 淘宝上电货 这一款是自己组的航拍机 用的是NASA V2 但是这个机已经落伍了 飞得非常快 这个也是比较嚣张了 但是我这个优点是你看没有 它是正X造型 所以说就是然后重心全集中在正中间 它比较平衡一点 它那个是传统机型 它那个优点就是挂GoPro什么更方便的一些 这些都是传统机型 先电池挂上面的 然后重心比较那个 这台其实也算是X型的 这台 就是对 它上面有一个摄像头 然后它连到一个图像 无线传送的那个发射机 然后直接会传送到我的眼睛上面 然后上面这个只是只是用了录像 你可以装就是装一些高清的摄像头的上面 前两次前两天不是那个迪拜 迪拜搞那个无人机竞赛大赛吗 90%用这个 90%都用这个中国的遥控器 中国的接收机 像这个呢 现在现在它插上电了 再找GPS信号 是说明像是还没有信号 好 现在开始是Caliber转 OK 现在绿豆绿豆 然后要转一圈 就跟那个手机手机一样的 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飞 但是我是完全新手了 就靠它两个知道 然后就现在不会丢了 丢还是会丢 只不过就是它飞起来以后 它能就是如果没有GPS的 它能定高 它能知道它的高度是多少 但是它会因为有各种因素 会照着它会向左向右飘移 你知道吗 GPS优点就是你起飞以后 就可以不用飘移了 然后NASA的解锁方式 你看你把它往下拉 它也会回去 你把它往这边拉 它也会慢慢地回去 水平转向是这样子的 看见没有 它就是水平转向的飞 然后我还有一个功能键 是这个 你看那个 仔细看那个摄像头 你要操作它 你先 首先要把它那个飞机 保持到这个就是比较平的状态 然后你慢慢放油门 油门 油门慢慢放 然后到地的时候更慢 等一下 我们这个是一个静速的 我知道 应该速度极快 所以我可能拍不到 尽量 我根本都拍不到 太快了速度 但是所有的那个视频影像 都会传往他的眼睛里 我根本都拍不到 266 你怎么这么说 自己的状态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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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怎么还没有 啊 啊 啊 哎呀 哎呀 太太高的话 听信息稀薄了 对啊 是飞过飞行器的人 来给你看看 这个叫云台 飞机无论怎么动 你看见没有 完全不懂 这个就是大江精灵一带的原形体 很多人都想知道我是怎么拍Vlog 现在就我在飞行器里出现一下 这就是我拿的Vlog的机器 很沉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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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撞一个电机 打开 你看以前是撞一个电 撞一个的话 他这一个机身就断了对不对 它现在撞一个 它可以把力分身到两个其他地方去 所以说更科学 但是这样呢 这个缺点呢就是稍微重一点 而且呢 它这个你看 它风是要得往下扇的 对不对 往下扇的话 这个地方挡住风了 这几个地方 挡住风呢 就是说那个strust 没有它那个以前那么厉害 虽然说咱们做这些零件哈 中国是最厉害的 但是在华盛区里面玩这个的不是特别多 对 因为这个东西的门槛比较高 你必须得会焊接 得会调 然后必须得就是有耐心 因为这东西 你第一次飞的话 开始时候摔机摔的跟什么屎一样的 摔的简直就是信心全无 一摔直接就是各种零件就散落一地那种 所以说就是你要有耐心把它一键一键再拼起来 然后再去摔 再去拼起来 再摔 再去拼起来 有没有说明书? 没有任何说明书 都是网上找的资料 给你感受一下我这个 等一下我们试的就是这个刚刚装好了一个 可能还有点毛病的那种 但是我 但是我这个FPV有点问题 什么是FPV? 就是first person view 第一人车视角玩 玩这个东西 来 我再给你推一次用门哈 总之果然没调过就没调 看着啊 这就属于暴力机 左边 没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飞机方面的顶尖 顶尖级高手的基本上 就是东方 对 哇 今天上午这个经历的航拍器 感觉挺有意思的 据说这个公园呢 每逢周一都会有很多老万在这边聚会 然后玩那个超速超快的那个航拍器 觉得以后应该研究一下这玩意儿 嗯 希望以后在vlog里面加一些航拍的功能 你们说呢 应该不是vlog 是vlog 现在得赶回家去 还有点事要处理 哇 车都帅爆了 啊 感觉有点像见鬼 就电梯不动 啊 今天又有一点点小小的累 可是今天还没有结束 不知道要做点什么 不知道要做点什么 如果没有结束 如果结束了 怎么样 我们明天见 vlog